啊呀,我喜欢 脚的正面骨骼与背面骨骼拆解展示笔记 为了画出从正面看到的脚的样子 现在我们先画出数项的参考线 以参考线为基准如图画出梯形 这就是包括锯骨在内的根骨所在的区域 然后画出植骨 首先在脚的一半位置 画出一个外侧的圆滑的半圆轮廓 这样相当于脚的横弓 轮廓画完后 在轮廓的中心画出位于正中线的第二指骨 以第二指骨为基准 画出外侧与内侧的其余指骨 我应该是无法的有机器 好 我似的地方是因为我 我都不依偶掌的一位置 我三一谊有机器 他就试画出原来的更衣滑的根骨 现在该画脚趾骨了 以参考线为基准 先画出椭圆形 再从第一趾骨开始 画出全部趾骨 最后 将根骨部分具体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